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经过上面三集 我们一起来思想哈盖书呢 那我们就明白了 原来先知哈盖 唤起大家 重建圣殿的热情跟行动 是要逐一的除去 当时百姓心中的一些阻拦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主栏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第二个主栏相反的 对一些人而言 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太低了 这些都要除去 重建的工程才能继续 第三篇信息是记载在哈盖书第二章 从第十节开始 那边记载了 时间那就是大力乌王第二年 9月24号 大家一定还记得 他们卷起袖子重新工作了 是在6月24号 现在经过三个月 9月24号 先知哈盖又再次讲道留下记录了 哈盖书二章第十节 大力乌王第二年9月24日 耶和华的话 哈盖书二章第十节 哈盖书二章第十节 在摩西在摩西的规定里面 祭司拿着他长长的祭司袍乘载着圣肉或者拿来搬运的时候 这一件祭司袍因为跟圣肉接触 祭司袍就要成圣 但是哈盖问的是 成圣的祭司袍再去碰到其他的东西 那么这些其他的东西算不算成圣呢 祭司非常清楚 答案是不算成圣 这条律法记载在立位记第六章 十八节二十七节 另外一个案例是这样 哈盖说假如有人摸了尸体 当时摸了尸体就污秽了 这个污秽是礼仪上的污秽了 那么现在这个污秽的人再去摸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是不是污秽呢 祭司的回答非常确定的 当然污秽了 这个又是摩西的律法了 我们可以参考民宿记十九章二十二节 就明白了 好了 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 首先 祭司兜圣肉的律法给我们看见 衣袍为什么圣洁呢 因为接触到圣肉 于是衣袍圣洁 但是衣袍的圣洁 从接触圣肉而来的圣洁 不能够传递给其他的东西 背后的原则很简单 那就是圣洁没有传递性 一个人要圣洁 一样东西要圣洁 必须要跟圣洁的源头亲自连接 他才能成为圣洁 而圣洁不能传给别人的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今天一个人信耶稣 他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吗 不是吗 他的孩子必须亲自信耶稣 是吗 同样的道理 相反摸尸体的这个案例就给我们看见 污秽确实有传递性 污秽扩大了来讲 那就是违反神的心意 用在重建圣殿这个场景 那就太贴切了 重建圣殿 现在已经进行了三个月 假如弟兄姐妹当时继续干下去 那是合神心意的 就好像圣洁的蒙神月纳一样 不过这一种心情是没有传递性的 过去三个月蒙神月纳 要继续做下去啊 不能够因为过去三个月 如此蒙神月纳 那么明天不干事 也能够蒙神月纳了 不是的 因为圣洁没有传递性 必须继续努力 相反 污秽是有传递性的 假如现在干了三个月 大家累了 再次撒手不管 那么就好像这个污秽的传递一样 就会影响全群啊 领袖不做 百姓也就不做了嘛 因着这样 我相信这段经文 是在开工三个月之后 最重要的提醒 这个提醒是什么呢 不要因为过去有任何成就而满足 要为将来继续努力 因着这样 哈盖先知提醒当时的领袖和百姓 既然开工继续坚持 于是他们真的坚持下去 于是四年之后 这个圣殿就完工了 求主带领 我们今天在世上一切的属灵建设 也是如此 不要只回顾过去有任何成就 那些都过去了 不能够传递到今天的 相反 若是我们今天有任何的怠惰 这一种的不圣洁的心情态度 确实能够传递很快 求主引领我们 知道这个属灵原则之后 继续努力 白尺干头 继续站在主的话语中 来跟从他 愿神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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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